股東叫他選總統 郭董說買鴻海股票才實在 鴻海周四舉辦股東會 大家嗨翻了 搶著跟郭董握手合照 人氣忘到連資深股東阿土伯 都說贊助一千五百萬 要他出來選總統 選總統救台灣 現在在這裡練習 不要啊 現在就抓了 哈哈 人家郭董才不要咧 他要大家把錢 投資鴻海股票比較實在啦 股東會上除了熱鬧場面外 郭台銘首度對美國投資 以及東智標案表態 其中美國投資 已經啟動FlyEagle飛鷹計畫 在六個州做最後評估 郭董更證實美國布局 會擺在印度前面 將占鴻海很大的比重 搬回去的是一個 整個供應店 它不是一個搬一個單一個工廠 要做什麼樣的產品 預計七月初就會定調 至於東智標案 他則是信心滿滿 其實這案子很主導 我還沒有看過成功的案子 我認為這個案子是 還有很多的變數 東智案雖然傳出結果 可能不利鴻海 但郭董認為還是有機會 福西把案子並沒有結束 這個跟夏文的故事很相像 嗯 很有信心嘛 究竟能不能如願拿下東芝 大家也都拭目以待 財經中心 台北報導 財經中心 台北報導 我最終去找到 有兩者 Whoa 完結石 快點